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师父 等等啊 等等啊 师父的牙齿掉下来一个了 被你笑的来 好了 讲吧 电机 就是他祭奠这个亡人的照片多大比较好 一般们总是I3 I4了 就是4了 I4或者I3了都可以啊 哦 好的 你越大嘛他越容易回来呀 哦 那他那个头去之后能不能把大的换成小的呢 不要换 最好不要换 一张到底了 哦 就直到49天对吧 对啊 49天之后就没了 在这49天家里很阴的 嗯 有些鬼都会来 嗯 所以最好不停的放大悲咒 嗯 放大悲咒 我就怕放大悲咒 连他爸都不来了 这就麻烦了 会这样吗 师父 会啊 他鬼啊 鬼看见 听到菩萨的声音就叫他逃走了 那怎么办呢 放的轻一点 还是放的离他这个房间远一点 你没有智慧啊 我考考你啊 怎么做啊 你有智慧了 你要像师父一样 你有智慧就好了 你白天就不要放 晚上不能放的 天一黑 蒙蒙黑的话 马上就开始放呀 哦 嗯 没办了 哦 哦 嗯 感恩师父 不过 嗯 酱火去看中了 乾燥了 不过 老公 我讲找我们这种情节 不过 看看那种情节 不过 但是每天一天的情节 留下了 哪个天一日本人数字 不过 这就能过 我们别说到带来呢 我们肯定是 可能会 撒络到什么 是的 我怎么会 我的天呢 我们可以不高一点